我们来看一下他在背后如何的说你 那如果遇到了他特别的朋友 他会说你些什么呢 那对于你真实的感觉跟评价是什么 那选择你有感应的牌卡 需要想一下就按下暂停键哦 选到第一组牌卡 我们看一下你所想的他 他是怎么样去跟别人说起你 对特别的人他是想说什么呢 那真实的评价是他自己到底是什么呢 跟别人说的跟他自己心里想的一样吗 那我们来看他是如何说你的呢 再来我们来看他跟朋友怎么说 最后面心里面的想法 好我们可以看到 可能你跟他之间的状态已经互相不复出了哦 这个人呢现在提到你 其实他是充满挫折感的 甚至有一点悲观 他甚至会跟别人说 你似乎是他错误的选择 他也会有一点把他人生中的失败归咎于你 也许你听到你没有办法接受现在的状况 那也有另外一部分是 他觉得如果你们今天是分手锻炼 他觉得他跟你之间分开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哦 所以这个会依照你跟他现在在一起的状况而去调整 所以在关系中的人他会觉得错误的选择是你 可是如果在分手锻炼的人他会觉得他跟你分手锻炼是一个错误的选择哦 那这一边也就代表他觉得他人生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 甚至呢他觉得你们两个人之间缺乏的是什么 就是难以沟通缺乏沟通 甚至他也有意识到你们两个人彼此之间的表达的情感是有问题的 甚至他会跟别人说其实啊你们两个在相处的时候在同一个屋檐下生活是非常的不舒服的哦 所以如果你想要跟这个人继续在一起或是你在关系中建议你要清楚的怎样 先听清楚他在说什么跟他想表达是什么再去回应他的感受 所以他有觉得你都不听他说什么 你都没有要认真的了解他内在的想法哦 所以他会这么说 甚至呢他觉得他不敢得罪你 他担心你是一个报复心很强的人 而且他都会说你在这段关系你似乎都要主导一切 甚至有一点控制住他 如果你们是吵架分开的人 他甚至会跟别人说你骚扰他 所以听起来你会很生气我知道 但这一个人似乎会怎样 他就是有一点点的病态都觉得一切都是你不好 所以导致于这样 那如果说你们在关系中他会说是你喜欢他比较多 发生什么事他一直活在过去 所以你可以说他幼稚 甚至他曾经学到的教训 他都没有学乖 他真的是他这个人就必须要怎样 就是要狠狠的揍他个良下 然后看他这个良全 他才会清醒过来知道他人生要美好活在当下哦 如果你跟他还在关系中 那你们就会常常怎样 这个人就会一直跟别人讲 你们以前发生什么事情 一直来讲去损坏你们之间的关系 如果你真的要跟他相处 你只能原谅他 因为没什么好扭转 因为这个人有点神经质 还有一些状况是 如果说你跟他还有联系 你们已经是分手了 他可能就会怎样 你跟他还有联系 他就会跟他限任女朋友说 你知道我前女友 我前男友都回来找我 我之后很不想理他 跟他前限任说他有多送欢迎 所以这一个人 如果你们是分手断连 能不联络就不联络 那不然你就会成为是他 四处炫耀的一个旗子 所以我不见得 不建议你继续跟那个人来往 不然的话你的名声会很难听 一律就是封锁 没有话说 没有什么好值得留恋的 因为你可怜他 谁可怜你 可怜的人 必有可恨之处 所以你不要随便的原谅一个人 因为原谅就是中农的开始 你继续的可能在跟这个人来往 我跟你讲 你就是让他无止境的去毁坏你的名誉 这一个人有一点就是不切实际 而且活在这个幻想里 而且他自我感觉良好 他总是觉得谁谁喜欢他 是不是谁谁谁 暗恋他的那一种能量很强 可是他明白一件事情 就是他如果跟他最好的 最信任的人说 他其实知道了 你才是抛下他的那一个 他对于跟你之前的关系 他有点沮丧 为什么沮丧 他觉得他就是被你抛下 被你分手的 甚至他其实曾经想要跟你抄 结婚的目标啊 或者是更进一步的关系 他是想要顺利的 可是终究你们之间出现太多意外的障碍 而导致他非常的焦虑 所以他就没有办法跟你实现很多的梦想 所以他会跟他最信任的人说 其实你很厉害 是他自己没有能力去配合的上你 甚至呢 他就会开始怎样 去有一点点我们说的 从伤心跟沮丧中进行一个康复 所以我觉得这一边就是 他会跟信任的人说 他在你身上得到了非常非常多的挫折感 跟挫败感 他觉得他人生中 有一点点失去了方向 其实都跟你有关 就是有怎么样有关 他觉得就是今天你就是不帮忙他 不协助他 他人生才会一塌糊涂 如果他过得不好 可是如果说今天他成功的话 他反而会跟人家说 你就是他人生中的绊脚石 所以这一个人有病 他就是属于有功劳 他就自己懒 出了事就推给你 仔细想想 他是不是常常说 什么事情都怪你 什么事情都是你的问题 只要是好处 都说自己多厉害 往自己脸上贴近的能量很强 所以如果还在关系中的人 是建议你们赶快讨 这个人不是什么好东西 他出奇的那些好都是装出来 因为他去外面讲 都是说是你追他的 是你喜欢他的 是你贴着他 甚至这一个人 他的状态是非常鲁莽 我就说他就幼稚 他做什么东西 都不会去想他的行为 会造成怎样的后果 所以他怎么样想你 他只能跟你说啦 他觉得 你跟你之间 他也不确定到哪里 甚至他觉得 你好像其实情绪 蛮有问题的 甚至会善变 忽好忽坏 而且他觉得 你的生活的动荡还蛮大的 甚至他觉得你不安全感 非常的严重 所以他其实有没有想给你安全感 他曾经想给你 可是因为你的挫折 给他之后 他渐渐渐渐的 他也给不了你了 甚至他对你最好的评价 就是什么你知道 他觉得你是没有办法预测的人 他不知道你到底想要的是什么 他不明白呢 你到底跟他之间 他是没有办法揣测你的心的 所以这一个人 他就是不了解你 所以也没必要跟这样的人 去好好的来往了 那这一个是一个权杖歧视 也弥为了 他觉得 你都不会想要跟他出去玩 甚至 一样 他都有会觉得 你对他非常的不耐烦 甚至你们常为了一些 小事在那边争吵 他希望你们两个 可以好好地坐下来谈 可是看起来 你似乎是不愿意的 所以他会觉得 你们沟通非常非常的不顺 所以这一个人 逢人呢 就说你纠缠的他 你爱他爱的不行 你追他 所以他有一种那种 自私身高的 觉得自己最棒 所以他一直在往脸上贴金 所以这一个人呢 不建议跟他来往 因为不然优秀的 你可能会被他扁的一文不值 所以这一个人 我觉得他 你会说 有很多人 在问题中问 为什么这个自卑的人 他又那么自负 因为呢 唯有自负 他才可以戴上骄傲的面具 去掩饰他内心的那一个 非常脆弱的内心世界的小孩 因为他很自卑 他怕别人看穿他 所以才要去讲那么多 是是非非的障眼法 就像我们说过的 政治圈里面叫做乌贼战 今天我把你也喷黑了 那大家都一样黑 就没有人知道 他真实的长相是什么 所以这一个人呢 他逢人就有点在那边瞎白 说你不好 说他最好的能量很强 那就是给你们的牌卡 那喜欢牌卡 记得给我的赞 香香疗愈 你们天天出变 天天更新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第二组牌卡 我们来看一下 你说想的哪一个人 他怎么跟别说你 跟他对你的评价 跟他如果跟他最重要的人 他是怎么说说你的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牌就22张牌 我们来看 好 这一组牌卡的人 我觉得这一个人 比较关心你的健康 因为他觉得你太过于努力 所以导致于你的人生很极端 很不协调 你很缺乏 耐心 他甚至会跟别人说 其实你有点急躁 甚至有时候可能 也给你一些建议 不见得会听从 甚至你比较容易配合度没有那么高 你在追求自己的目标的时候 你会坚持自己的路 虽然这是一件好事 可是你跟人慢慢的那一个距离会拉开 他会觉得你似乎没有很多时间陪他 所以他会去埋怨说 他虽然知道你很努力 你很厉害 你去朝着你的梦想前 可是你忽略了他 所以他希望可以跟你之间 可以多争取一些在一起的时间 所以这一个人他不满意 你赔他的时间不够多 真的量非常非常强 再来我们看到的是 他这整组牌都有在说 他也有跟别人说 你的健康状态可能不是那么的好 而且你比较固执 没有办法改变 而且你是常常错过机会 所以他这一个人 他其实他好关心你的健康 所以不晓得你跟他是什么样的关系 他甚至觉得跟你们之间 他都一直觉得他被你有点 遗忘的感觉 他觉得你们之间的关系是岌岌可危的 所以这一个人呢 他非常的没有安全感 他逢人就是说说 可能你真的赔他的时间不够 你给他的时间不够 你有他自己人生中在追寻你的事情 所以他觉得逢人他就说 你比较自私 甚至你很固执 所以他一直有觉得自己 好像被你丢在这里的感觉 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这一张牌卡 我们说这一张牌卡代表是 命运之轮也逆味啦 那也就是代表什么 那你看这个这个水果 他逆味的水果掉满地了 他觉得他会跟他最好的朋友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 他一直觉得 他今天没有得到你的心 甚至他有一点点 臭败感非常的严重 他觉得今天你没有那么爱他 所以他没有感受到你对他很爱 甚至他觉得 嗯 每次跟你说过的话 你都会重复的去发声 所以造成他有一点精神压力还蛮大的 甚至他其实很想要点燃你们以前 曾经的那种一开始激情感 可是呢他一直找不到方法 那如果你们是刚认识的关系 他没有办法点燃跟你之间的热情 他觉得越相处 似乎好像越冷淡 可是我这边都看得到的是 他都有觉得是你不理他 然后是你忽略他的能量是非常非常的强 你也可以说这个人有被害妄想症 这个人可能特别想要人家关注 但是他不开口跟你要 他反而都会有一点那一种 觉得你没有人生的那一种 关注感放在他身上 所以这个力量牌也逆位了 他觉得他怎么看待你怎么评价 因为他一直有一种那一种 你都没有好好的保护他 去着重于他的感受 我甚至忽略他了 所以他都一直在自我怀疑 他甚至觉得跟你在一起是有一种不安全感 非常非常的严重 那甚至他觉得跟你们两人之间 有非常非常多的误解 甚至他有在思考是 我是不是选错人了 能量也是有 那如果你们在关系中 就代表他很害怕 你会动不动的想要跟他分手 我觉得这边不知道为什么 我觉得他非常没有自信 他一直觉得你不爱我 你不喜欢我 那他跟别人也是说的 就是那一种 你好像没有那么喜欢他 所以他的这一个能量都很强 所以他都逆位了 这一张牌卡代表的是 月亮牌逆位了 可是他自己很清楚一件事 他跟你之间 他不知道为什么他很想你 他随时都很想你 他无法自拔的想你 那有很多人呢 会有留言说 大家就叫我放下他 但是我就放不下 对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感觉 他就是有这样的感觉 他知道这段关系 你可能必须要放下 可是他放不下 他非常的孤独 甚至他自己每天都在 想一些情境句 然后呢 他觉得他会胡思乱想 可是他也觉得 你似乎也是会因为一些小事 变得多重上感 他觉得你们两个之间 多了很多的误会 所以呢 你们两个人吵架啊 或者是不愉快的事情 他都会觉得 你是不是有对我说谎 所以他对于你的评价 还来自于 真的对你的不完全感 非常非常的严重 所以啊 这一个人 我觉得你可能要给他一点力量 让他感觉你是爱他的 不然他会觉得 你似乎没有那么的在意他 所以他真的很害怕失去你 可是他又放不下你 所以他就停留在这里 所以如果你们是分手锻炼的人 你们两个会纠缠 或是分手 分分合合 或者是噩梦啊 或者是做梦啊 一直想着对方的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好啦 这就是他背后怎么样 真实的说你 然后跟对你真实评价 那喜欢我拜他 记得给我一个赞 那香香天音更新 聊天你的心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 第三组 请问你所想的那个他 他背后怎么说你 跟他朋友 对他最特别的朋友 他讲什么话 跟他对于你的真实评价 是什么 我们来看看 那希望可以说一些好听话 怎么了 香香甜粉丝 是不是你们都是非常的傲娇 难搞了 怎么大家买 因为你们的话那么多 跟香一样难搞 是不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 你喜欢的是月亮神域卡 他觉得你是如何 有人都会问我说 神域卡可以问什么 塔罗可以问什么 数字可以问什么 其实他们都是一样 都可以问 就于你的问题 去抽你想要的东西 他其实每个问题都是可以解释的好吗 所以是没有区别的 只是差别于在 他跟你讲的那种 严肃性跟力道 是温和的 还是说 比较 比较平淡的 或是比较温馨的 差别在这些能量而已 所以就告诉你们一下 那我们来看一下 他怎么跟别人说你啦 负面情绪 他觉得你有时候有点偏执 甚至情绪有一点点怪异 所以他会跟朋友说你是外星人 但是呢 他又觉得 你好像对他不是那么的友善哦 那么的不开心 他真的觉得跟你在一起那种感情有一点紧张 那因为这一个是一个天蝎座 所以他其实都很害怕 你 会去攻击他 所以你们发生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他有那种非常恐惧 跟你在一起的一个能量 甚至他很害怕 你跟他之间 曾经如果有一个争吵 或一个争斗 他对于你还是有那种埋怨程度 所以你是不是有 对他 跟他之间如果是分手锻炼的人 他觉得你是有毒的 他要赶快远拟你 因为他太过于害怕了 那如果你们是关系中的人 就要恭喜你 因为他觉得你像蝎子一样 他觉得你敢爱敢恨 所以相对于之下 他觉得跟你之间的相处 跟一般人不一样 可是他觉得你很神秘 你有一种密不可分的那一种能量 让他产生好奇 可是他觉得你是危险的 他知道你是危险的 所以他对你的性的能量 是非常非常的强 所以分手锻炼的人不用紧张 因为还没有分手锻炼的时候 他们也是这么说你的 其实他是对于你是一种 有一种上瘾的这一个程度 是非常非常的强 那我们再来看 这张牌卡呢 代表的是 是摩羯座满月 他觉得今天新的时刻结束了 也就是代表呢 他曾经在你身上 付出了很蛮大的努力的 他很想要努力的去 渗透于你 神秘的内在 为什么我会强调神秘 因为天蝎跟摩羯座 都代表内心非常的神秘 他觉得你很喜欢工作 有时候他会希望你能够 帮他一起工作 甚至他会觉得 你好像全心全意 都在满足于你的工作 他希望你不要那么人酷 那么的无情 他觉得你面对于 你们彼此之间的 如果是爱情 他觉得你好冷静 似乎没有用很多的心 在这个上面 他甚至觉得你还蛮固执的 然后他觉得跟你之间 他想要找到你人生中的 平衡跟相处 所以他一直在问他的朋友 我该如何跟这个人相处 他很 他跟你在家患得患失 甚至他每天担心说 怎么样跟你相处比较好 所以他有一点在那一种 都很害怕你讨厌他的那一个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 但是他会想要挑战你 会想要把这一个关心去呈现那一种 等于是他说你很神秘嘛 可是我觉得他有一点想要解剖你 去了解你 可是他对于你有一种那种 又爱又恨的那一个能量 还蛮强的哦 那再来这一张拍卡代表的是蓝月 也就是代表他会跟他最好朋友说什么 说你是他天宰难逢 难得一见的很棒的人耶 所以这一个人他对于你有一种 又爱又恨又怕 但他又觉得他没有遇过那么特别的你 他觉得你非常的独特 甚至呢他知道你似乎跟你一起下去 他就觉得你就像蜘蛛一样 布下了天罗的地网 他自己很心甘情愿像飞蛾一样 或者是小昆虫一样 愿意飞到这个王来跟你见面 因为他觉得他此生没有遇过像你那么特别的人 甚至这个机会是非常的难得的 可是呢这对他有利益吗 他知道他不见得在你身上会得到回应 可是他觉得他错过你这个特别人以后 他未来不可能再遇到的 所以你是他人生中只会发生一次的人 他觉得没有人能够取代你 如果说今天要离开再找一个替代你的人 找不到 所以他想要跟你之间的关系继续下去 而且他也很明白一件事 如果你们分手锻炼 他觉得应该不会再有复合的可能性了 他也有一点代表的是说什么 他跟你这一次的经验就好 因为他真的怕了 好吗 所以你是什么样的能量 他还蛮害怕你 可是他又觉得他不想错过你 所以他也有 你会说他曾经有没有好好珍惜你 我必须的说他有 可是你如果觉得他退缩 那是因为他太害怕 所以你是什么星座呢 是不是有很多星盘里面有 天蝎 摩羽座的人抽到这一组牌呢 让他那么的害怕 暗黑戏飞 好像非常的强烈 那这张牌开来就代表是他对于你的评价是 他觉得跟你之间其实前世今生有那一种曾经灵魂的相遇 所以他会觉得他如果说今天他离不开你 他会觉得跟你之间很令人窒息 但是他会知道跟你有一种上辈子的缘分离不开 甚至你们两个人之间是一种不健康的那种爱情的关系哦 甚至不正当的关系 不正常的关系 地下恋或者是任何的开放式关系都可以 恋情没有那么的顺利 他似乎看见你的时候 他就对于你的那种吸引力非常的着迷 不论你是个性魅力或者是身体性感度 他会觉得跟你在一起就是那一种 好像我轮回了好几世的灵魂 我都一直在寻找你的那一个能量非常非常的强 这一张是业力牌 所以前世今生牌就是他啦 你跟他之间的这一个会合 难得一见千载难逢 前世业力也就是代表你就是他已经 轮回好几世一直在寻找的那一个人 甚至好几次的擦肩而过 终于在此时有所连结 可是他就觉得你是来讨债的 为什么说你是来讨债 因为刚才有说了 他是害怕你的 所以反而不是他来讨你在 是你讨他在的程度非常非常的强烈 那他也觉得时间到了 他要的答案已经 已经来到了 所以他已经知道跟你之间是什么样的结果了 所以你们的关系 经过了几次的对谈 或者是你们两个关系 也有可能经过几次的约会之后 他觉得时间到了 他反而提醒自己不要陷入 你的爱情圈套里面 而且他觉得你说话的语言有强大的力量 你的言语每一字句就像那个魔障一样 当你在表达自己的时候 有一点都在惊醒他 甚至呢 你的每一个话语都跟他的那种灵是有触动的 所以他觉得跟你在一起 他其实是还蛮开心的 虽然他很害怕 可是他只想要跟你什么 只在乎曾经有有 不在乎天长地久的 这一个能量非常非常的强大 所以他怎么跟人家说你 他很怕你 他跟你之间的连结也蛮深的 甚至就是前世业力的那种能量 非常非常的强烈 他自己心里面知道 所以他也不避讳的去跟别人讲你的神秘 你的独特 所以这一个人是心口一致的 他对于他的朋友 他很诚实的告诉他 你们的点点滴滴的回忆 巨细迷的去交代给他的朋友 所以如果你不想公开这样的关系 那我告诉你 太晚了 他已经把你的底裤 全部脱掉 跟把你的底牌都掀光了 所以这一个人 一五一十的告诉他身边所有的朋友 你就是他难得意见的每一个淘汰鬼 好 喜欢我的拍卡给我一个赞 香香每天更新 聊于你的心 那我们下次影片见